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再次见面了 虽然天父已经清楚地说了 扫罗已经不是天父爸爸所接受的国王 特别也选了一个年轻的大位 可是没有立刻地把扫罗从王位上赶下来 天父爸爸这样的安排 似乎还不但是给扫罗有一些悔改的机会 同时也开始锻炼大位的各样能力 特别是对天父爸爸的信心 这样的功课在大位的心中 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关键 这段扫罗和大位交谍的时间 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离开了撒末尔的扫罗 听到撒末尔告诉他 那些天父爸爸对他失望的事情 让他是越来越紧张自己的王位 会不会随时都失去 同时天父爸爸也不再和他同在 他更不敢向天父爸爸祷告说话 渐渐地更加远离了天父爸爸 就这样开始有恶魔趁机会来骚扰他 扫罗变得更容易生气怀疑 个性也越来越刚愿自用 他紧张怀疑的当中 恶魔更是在这个时候让他更加的错乱 于是等到扫罗冷静下来 安静下来的时候 他的臣子们就赶紧劝他说 看来国王您现在这么容易失去理智 变得狂暴混乱 这一定是有恶魔偷跑来骚扰你 不如这样吧 如果您同意的话 国王你可以吩咐在您面前这些大臣们 为你找一位很会弹琴的乐师来 万一又碰上恶魔来骚扰的时候 让他弹奏美妙的音乐 说不定就可以让您冷静下来了 这让已经困扰很久的扫罗带了一线光明 他赶紧对臣子们说 快你们一定可以帮我找一个很会弹琴的人来 快去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啊 大臣们商量了一会儿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就说 对了我曾经看过伯利恒人耶稀 他有个儿子很会弹琴 而且还是个很勇敢的战士 看起来谈吐态度都很合适 斯文有理 最特别的 我总让人觉得天父爸爸常常跟他在一起 当然他讲的就是大卫 这几年当中 大卫的名声是悄悄地传开了 于是扫罗赶紧派了使者去见耶稀对他说 耶稀大叔 扫罗王要请您那位放羊的儿子大卫 去到扫罗的营帐里面来服侍扫罗王 这可是扫罗王的要求呢 耶稀当然得赶快去做 这时耶稀的其他几个儿子 有一些也开始在扫罗的军队当中当兵 所以耶稀就趁机会预备了几个饼和一皮带酒 还加上几个山羊糕 都给拖在驢子的身上 让他的儿子大卫 带着这些礼物去见扫罗 大卫就这样的去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一看到大卫就非常喜欢他 就留他下来在身边 成为扫罗拿兵器的人 扫罗就派了人回去告诉耶稀 说他已经把大卫留下来服侍他了 让耶稀不用担心 大卫开始成为扫罗的贴身的侍从 出入都陪着扫罗王 每一次当那个来骚扰的恶魔 来到扫罗的身上的时候 只要大卫一拿起琴来 稍稍弹奏一下 那个美妙的音乐 就可以让扫罗王冷静下来 甚至感觉舒畅爽快起来呢 大卫虽然在军营当中 也得帮着扫罗当着侍从 又是一个乐师 而扫罗虽然喜欢他 却从来不知道 他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呢 在扫罗的军营当中 大卫从来没有机会上场打仗 他总是陪着扫罗 或是帮他安抚情绪 这一天 菲利士人又聚集在 犹大的苏哥城 要预备攻击以色列人 整个大营都已经 扎营在犹大的边上 扫罗赶紧和以色列的战士 聚集在以拉谷扎营 想要在那里 跟菲利士人好好地打一仗 这时候菲利士的大营摆阵在其中一座山上 以色列人也同样地摆阵在另外一边的山上 中间隔着一个山谷 这个时候两军对垒互不相让 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 可是就奇怪了 菲利士人列了阵 却不上前挑衅 接着他们当中一阵骚动 有一个高高的身影出现 眼看着这个身影越来越近 本来叫嚣对阵的部队 渐渐地安静下来 原来有一个来自加特城 将近身高三公尺的巨人 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名字叫哥利亚 这个人从菲利士的大营走出来 开始向以色列人挑战 大声地叫嚣 说只要能单挑打败他 就算菲利士人输了 这一个挑战固然吸引人 可是看着这个巨人 大家都心量了一大截 他不但高大 连身上的装备都可不得了 光他身上穿的铜铠甲 就重大约57公斤了 头上还戴着一个铜制的头盔 两条腿还有铜甲保护着 这样子就算你打到他 不是跟在身上拍苍蝇一样吗 一点影响都没有呢 更可怕的是 他肩膀上还戴着一杆 铜制的大镖枪 他手上的那柄镖枪 光杆子就有织布机的轴那么粗 上头的铁矛头也有7公斤那么重 前面还有一个兵 帮他拿着盾牌 在他前面帮忙开路 免得人家用暗箭伤他呢 看到这身行头 我想真的想上去挑战的人 应该就不多了吧 眼看着哥利亚处在那 他大声地向以色列的军队大叫着说 以色列人 你们愣在那做什么呢 去挑个人来跟我打吧 如果他能够打赢我 杀了我 那咱们非力士人 就当你们的奴隶 如果我赢了 杀了他 那你们就做咱们的奴隶 来服侍我们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胆子 派个人出来跟我打吧 这下子扫罗和他的军队 听到这话可全都吓傻了 也非常害怕 可是就没有人敢去挑战 就这样僵直了好久 到底这场仗该怎么结束呢 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 他们家市居在伏利恒城 爸爸是野西 在他上面有七个哥哥 其实在扫罗当古王的时候 野西的年纪就已经很大了 所以他的三个哥哥 早就已经跟着扫罗去打仗 老大叫以利亚 老二亚比拿达 老三叫沙玛 而大卫是最小的儿子 原来当三个哥哥 跟扫罗一起去打仗的时候 大卫有时候会回来 伯利恒替父亲放羊 而这回 菲利士人进宫 又派哥利亚 每天早晚出来 向以色列人教证挑战 已经有四十天之多了 这一天 野西就对大卫说 你想办法 带着这十公斤烤好的麦穗 和十个饼 去到军营里面 探望你的哥哥们 还有啊 要把这十块卤肉 送给指挥官 谢谢他们的照顾 好好看看你哥哥们的状况 记得顺道带点他们的消息 和那些东西回来 好让我知道 你真的去看到他们了 也知道他们一切都好 他们现在在以拉谷 和菲利士人打仗呢 你快点去吧 虽然野西只让大卫一个人去 可是他这样吩咐起来 好像大卫很不牢靠 会半途就逃跑一样 也许在野西的心里头 大卫终究是最小 最年轻的吧 这趟路程 看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卫他可以顺利完成吗 这次去探访的过程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 大卫虽然能够弹琴 也有人说他是勇敢的战士 可是呢 在他爸爸的心目当中 好像只是个不错的牧羊人 大卫这样子想起来 会不会很自卑呢 好像比不起他们的大哥们 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 等着你哦 可别忘了 下次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也属是爱小还小爱我 我我 也属是爱小还小爱我 我我 爱小还小我 在他心上所 也属是爱小还小爱我 我我 耶稣是爱上爱上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上爱上爱你你你